台中市北屯区北京里有一棵大榕树下 摆放着石椅作为休息空间 但是却有人乱丢垃圾 而变调成了小型垃圾厂 里长于文化城国际青商会携手 彩绘长20公尺的长花圃 种植三色的玛格丽特等植栽 瞬间成了打卡新热点 榕树上贴着此处为环保重点及茶点 过去这里是困扰北京里已久的 社区脏乱点 这边以前很脏 很乱 我想说我有空老人家 就每天来扫 扫四年 现在我身体不好了 所以停下来 这边乘凉的时候买了一些卤味 饮品就把这些垃圾丢在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也很费心来做整理 文化城青商会他们有一个 完美角落计划来配合执行 我们把这个脏乱点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景点 而现在焕然一新 大约有20公尺的长形花圃 采绘上蓝白色交错的背景与原点 种植三色的玛格丽特二十株 还有两棵木瓜树等植栽 由白色石子垫绘着生机勃勃 北京里与文化城国际青商会 携手打造不被看见的角落 借由地方再造特色创生 凝聚礼民们的向心力 以前都杂草丛生没有人在捡旅 现在展与过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里环境都不错 今年其实就美化 我们这两个花圃 把所有的张罗地把它全部根除 然后买肥料 去那个花店买花 然后种植于这边 去到这边以后呢就是可以变成龙树下的咖啡 对这是我们里长的期望 也是我们跟里面一起合作的一个机会 两棵老龙树间挂着七彩的风车转动着 为脏乱点诸如新生命 美化后的小园区民众也不忍乱丢垃圾 瞬间成了打卡的新景点 给大家看